你们单位说你请了婚嫁 你请婚嫁干什么呀 你都知道了 我还想说到成都在跟你说呢 你 你去哪儿 我要去结婚呀 我这马上都要上那个 去青藏高原的列车了 你结婚 你看看看 这是什么 你快过来 这谁弄了 这个家里 除了我 我谁还有这个实力 你 怎么 就像你一家有个电话 不信你问问人民群众啊 真的 哥 这回真的是霸弄的 你看 不让我集资 看看 这就是初步成果 乔宜辰啊 好的还在后头呢 别到时候惊掉了你的下巴 你只要不把子女弄得无家可归 就烧高厢了 四美呢 上班呢 她要知道这个值得乐死 我来给她打电话 我来给她打电话 喂 你好 我找一下乔四美 我是她姐姐乔三烈 乔四美啊 她请假了 请了公银 好 多谢啊 怎么了 我怎么搞的 你还没想着 我先去冲吧 她都听到 Và 为了又不是 我的小银 她的小银 还没想着 我也想着 我朝你 我哇 好 对 不用急 急什么 我到了吃饭的时候 这个四美温到饭的味道 她就回来了 喂 大哥 你家换电话了 乔四美 你在哪儿 猜 我猜你个后脑勺子 你给我讲老实话 你们单位说你请了婚嫁 你请婚嫁干什么呀 你都知道了 我还想说到成都再跟你说呢 你 你去哪儿 我要去结婚呀 我这马上都要上那个去青藏高原的列车了 你结婚 你跟谁结婚你 不是 你去哪儿你到底 我的边疆美丽的地方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赶着进站的啊 等我到了我再跟你们联系 好吧 拜拜 乔四美 我跟你讲 你现在就 喂 四美去哪儿了 这怎么说的呀 四美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们俩 知不知道四美到她谈恋爱了 要结婚了 三里 你知道 我 我 我不是很清楚 你不清楚 你天天跟她说一块你不是很清楚 我 我就是之前听她胡说八道说过什么 不要分离 永远在一起 她会写信 但我以为她就是正常的通信 而且她一直就神神叨叨的 我以为她是又喜欢上什么明星之类的呢 大哥 你先别怪三里 四美最近确实是神神叨叨的 不过她一直都这样 我们就没太在意 再说了 她想跟她喜欢的人结婚 那应该是挺相爱的呀 爱什么 你以为是去北京 去看演唱会啊 这个丫头这次去的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她说 什么边疆 边疆 边疆哪儿啊 没细说 你干什么呢 大哥 你快帮帮我 你也要走啊 我又不用千里寻碍 你快看看 那个书桌的抽屉里面 有没有纸条之类的 上面写着她对象的电话 那些柜子的抽屉都翻翻 二哥 你过来 你现在的小姑娘找对象啊 你不是找做圣椅的 就是找大学圣 这上面 这是什么地方 大哥 现在怎么办 你赶紧去火热山追吧 现在去追 人早走了 那买票也得追啊 这路上这么远 自美万一路上遇到什么坏人 那怎么办 大哥你怎么不担心呢 你快说说话 担心有用吗 是能让她现在就回来 还是能让她学安分了 这四个人都知道 这个路程有多远 能追得上吗 就算追上了 又能怎么样 北京那次我认栽了 这次 你们谁爱追谁追去 我不管了 你不追我追 你追什么 打仗图 打 打 打仗图 喂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是那个 我还是会是 你详细的 我还是会是 你的 我还是会打 跟他不适合 我还是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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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你不适合 你会打 我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来找七成刚的 我是成刚的 七成刚的未婚妻对吧 你怎么知道啊 是成刚跟你们说了 你大哥说的 我大哥 我大哥怎么又不对电话 他给你们打电话了 他是不是担心死了 你先别管这些了 你快说 你现在在哪儿 我刚下车 就在这车站附近 你们赶快派车来接我吧 你在哪个车站 哪个车站 我也不知道哪个车站啊 反正我给那个司机大叔看地址 他说就是这儿我就下来了呀 那离部队还远的呢 远的呢 不可能啊 那个司机师傅 他说就是这儿啊 他让我下的车 而是我后来没有看到别的车 我不可能错了车的 行了行了 小姑娘 你先别着急 天也晚了 你快点找个地方住下 安顿好告诉我们一声 那那那好啊 麻烦你来制造员同志 老板 老板有没有住宿的地方啊